江湖說,哎呀,那個什麼經過解釋可以理解,什麼隔岩吃飯可以避免,你可以這樣嗎?你可以這樣子大辣辣的跟人家吃飯,而且江湖應該再去查,他不是只有吃這一餐而已啊,他吃了多少啊,還有他總共吃了多少,跟了哪些官員吃過,這個都應該去清查了啦。 所以你看,對一個小便斗不能理解,對這個事情呢,我們的院長就能理解,而且按照羅委員的說法,葉匡時是夜路走多了碰到鬼啊,他其實平常就已經不避險跟企業界一起吃飯了嗎?因為我們從光是這個事情來看就怪啦,因為其實這場聚會喔,不過才十天情的聚會耶,不管有參加的沒參加的,大家通通都記不清楚,說法就兜不攏了,才十天耶。 我們來看了,蔡振元的爆料的內容,剛剛我們遇會其實大概也提到了,說呢,當時呢,席間有華航董作啦,有中華郵政董作啦,桃園機場的總經理啦,前總經理啦,還有中華電信北部的總經理啦,甚至呢,還有這個櫃買中心的董作,這些人通通都在場。那葉匡時的說法是什麼?他說現場呢,其實我太太有去,那其實都是一些學生的朋友啦,還有江碩平的朋友,大概是二十到三十人啦,不過呢,這個蔡振元也是講大概二十人,然後所以這個數字上呢,基本上是稍微吻合的,但是呢,被提到的國民黨中, 中長委江碩平卻怎麼講?他說啊,在座的人呢,是政大跟台大的老師,跟葉匡時的老朋友,老同事,還有葉匡時的家人,我們在現場只有席開一桌。所以光是有哪些人參加,怎麼就都不攏了呢?才十天前呢,這些人都這麼聰明,記得嗎?然後呢,這個聚會的地點呢,也有不一樣的說法。那根據蔡振元最新的說法是說呢,這個葉匡時的這個生日宴會呢,是一個私人文物儲存所,裡面很多寶物,外界的人呢,甚至對這個地方呢,有這個小故宮之稱啊, 然後葉匡時怎麼講?葉匡時則說,這個是在神老總裁林寶庸山腳下的一間農舍,是類似陽明山土基城那樣子的一個鐵皮屋。那國民黨中長委江碩平則說呢,這是跟朋友界的農舍,是神老總裁林寶庸建議我去找的,這個農舍呢,是已經歇業的一間土基城。 其實光綺一開始就講到重點了,不是說,你中午去還是晚上去,不是說你去哪裡,這個地方高不高檔,是跟你去的人是哪些人,如果你可以跟這個神老的這個董事長吃飯的話,那你當然就可以跟徐旭東一起吃飯啦。 你說一個生日宴,你能夠證明什麼嘛,什麼也不能證明嘛,對不對?更何況,好朋友聚餐嘛。 你也不能說,到底是,是不是特地為了什麼樣子的事情聚在一起嘛。好,他說只是爬山嘛,說是江碩平約爬山。好,其實各位,江碩平現在大家都說他叫,他是國民黨中常委。好,但是,來,今天各位上節目就,來看節目就對了,我請各位來看一下。好。 這個是,這個是,這個是一個新聞,好。2011年6月4號的財經新聞,各位,江碩平在當天成為神腦國際的新任自然人監察人。 對。也就是說,江碩平其實就是神腦的監察人。好,那你以為是現在不幹了嗎?不,這是2012年5月,就是去年5月, 整個董事會,整個董事會又再重新來整合、組合。江碩平繼續擔任神腦國際的監察人。 如果你純粹只是就說,哎呀,江碩平啊,是國民黨中常委,看起來就說,哎呀,這江碩平熱心啊。 所以呢,就約了葉框石,約了這個林寶庸來見面啊,約了一干人等來見面啊。但是,當江碩平是神腦國際的監察人這個身份弄出來的時候,那你還說這,你覺得這只是一個簡單的朋友聚會嗎? 只是江碩平給葉框石的一個所謂的驚奇的生日宴嗎?不是吧?不是吧? 現在,葉框石自己承認,今天聯合報也特別報導,葉框石是自己承認,確實曾經跟中華電信,要中華電信買神腦國際的股票。 沒錯啊,他現在,他今天講,葉框石自己講,哎,我是中華電信的大股東耶,我當然可以對中華電信來做經營策略做建議啊。 但是你不是私人股東耶,你是政府耶,政府,說實在的,中華電信有自己的經營策略。 更別忘了,他在去年七月,叫中華電信的董事長到辦公室或是到什麼地方,來要求中華電信來買,增加對所謂審討國際持股的時候,林寶庸在場耶。 對。 怎麼可以這樣?你告訴我,今天如果林寶庸不在場? 林寶庸後來否認,下午他開記者會否認這個事情。 好,那葉框石講是有的啊,葉框石是說有的啊,所以你要知道到現在,到現在,這裡頭說法不一喔,說法不一喔。 所以讓我真的覺得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。 當然,神老國際做通路做得很成功,讓他強毀。 好,然而我必須說啦,就是說從去年七月的這種要求中華電信買神老國際的股份。 別忘了,中華電信是否認,說沒有沒有沒有,沒有。 因為中華電信是交通部的,算是子公司嘛。 好,所以呢,現在中華電信等於是要急著要幫部長來擦屁股啊。 說,部長沒有指示。奇怪了,部長都承認說我指示啊。 部長承認說我交代說叫你多買啊。而且一次啊。對不對? 事後就沒有再施壓啦,就沒有再叫他們在中華電信再買啊。 中華電信幹嘛?去撇清說沒有呢? 有時候啊,你會發現你把這些這個連不起來的地方啊。 好,你會發現說是中間的斷點。 其實關鍵還是在神腦國際。好,神腦國際到底要幹什麼。 那這個場合尤其你看,這是一個交通系統大結合啊。 是交通部的子公司或者是交通部的下屬單位的一個大結合啊。 還有金融界人士啊。你告訴我這種結合不很奇怪嗎? 這難道不是可以值得注意的政商關係嗎? 我真的想問,葉匡時是到交通部之後這些人才跟你交朋友? 還是說你早就真的認識了?我真的不信耶。 很多都是,我相信,葉匡時都是當了交通部次長或者是當官之後這些人才跟你交朋友? 才聚過來的。那請問這些人聚過來幹什麼? 當然是希望透過他的權力,透過他的協助來拓展自己的商業嘛。 所以各位,沒錯啦。也許我想時間走到今天你看馬先生、馬政府。 他們的關鍵,他們的這種觀念或者是態度就是被質疑。 他們是用很強硬的態度回應,就好像我沒事了。 我不怕你質疑,都表現出那種態度。 但是我必須講,這種明明跟商人之間的這種不清不楚的關係, 卻可以理直氣壯地來說我們沒什麼。 還一副還要提出訴訟,說你們這些人在污止我們,我們要提出訴訟。 口試嘴巴是很強硬啦。但是你要問問人民的觀感。 看看你們這些關係,有沒有,尤其你真的是在替神腦國際要求中華電信多買呀。 這個動作一做,再加上江壽平本身就是神腦國際的監察人這個關係。 我告訴你,葉光石,你要我們說真的有問題,我無法說。 但是這種關係就是腐敗的開始。這種關係在蔣經國時期是不允許的。 對。 部長是要下台的。但是馬先生我想問你,走到今天,葉光石還可以這樣子,這個,這個,這個,哇,這個,慷慨激昂地回擊。 看起來好像葉光石理直氣壯。不。 這種政商關係才是人民最害怕的。 來來來,問一下。 最該注意的。 問一下財經專家啦,傑銘。 現在兩個,這是兩個問題嘛。 這個聚餐裡面到底是不是,這些人吃飯到底也沒問題。 這是一個官商,官商郭捷的問題嘛。 第二個,後來這個嘛,你是財經專家? 到底他能不能只是去買這個東西? 到底有沒有買? 甚至有沒有高價的問題? 基本上,買股票是董事會決定。 但董事會要做決定的時候,必須交給專業經理人來評估,是不是有併購,或者是買進這樣的股票。 基本上,他已經是子公司了。 但是問題是,在2011年之前,其實他股價大概都在50塊左右。 那到了2011年的時候,股價曾經飆到170,為什麼? 因為他到大陸去做投資,他做大陸的通路商。 請問一下,中華電信是台商還是大陸商? 是大陸的台商,答案清楚嗎? 是標準的台灣的本土的企業。 他所需要是一個本土企業做好他的通路的工作。 但是這家公司在2011年的時候,去了大陸,而且做大陸現在已經有上千個員工了。 那就懷疑的是,中華電信有必要去控制一家公司, 已經把他的所謂的經營權轉到中國大陸嗎? 中華電信有必要嗎? 我要問葉匡時交通部長第一問題,現在全世界都在拼4G甚至到5G的時候, 中華電信應該扮演的角色是要去把一家子公司要大幅的持股, 還是要把4G、5G這事情幹好呢? 事實上子公司是要面臨包括像是鴻海、包括遠傳、台科大, 都在為4G、5G努力的時候,你是要下個命令去針對4G、5G努力還是要去併購? 這是我們搞不清楚了。 第二件事情,我們要談到股價的時候, 的確,當時中華電信持有股票大概15塊, 根據幾年的所謂的,我們說增資完之後, 可能中華電信的成本已經不到6、7塊了。 你在成本6、7塊的時候,你交到現在以股價90塊來做買進, 中華電信是頭的壞掉錢。 我現在持有你30%,而且我現在自己發展自己同路的時候, 我還需要持有你這家公司嗎? 而且這家公司已經越來不接受這個控制了。 請問一下,這樣去介入是正確的嗎? 你再怎麼說,怪不得有人說葉匡時, 能言善道、變財無愛、長袖善武。 你從這些名單來看,的確是滿明顯的啊。 中華郵政董事長、華航董事長、陶基公司總經理、華航總經理。 甚至當然這個吳壽山承認他沒有,他否認他有去喔。 但你仔細看,這些不是新的交通幫嗎? 哪一個不是營利單位?哪一個不是營利單位? 哪一個不是營利單位?哪一個不是商業行為? 你是一個部長耶! 部長是決定我們未來交通發展。 部長是決定上千億的這個,所謂的資金去流向的地方。 你跟這群人吃飯,吃什麼? 而這是爆料才知道的喔。 沒有爆料,那請問一下,拿政府,我們老百姓的稅金, 你到底搞了些什麼事情? 觀眾朋友,如果你去查維基百科,你打入葉框時,你赫然發現到, 維基百科是一個全世界都看的資料喔。 看到不是它什麼豐功偉業耶。 看到是什麼,清明時節雨紛紛,我們走在高速公路獄斷場。 清明時節的塞車狀況比春節還嚴重。 觀眾朋友,你還記得印象嗎? 三天你塞在高速公路的慘境,一路塞到宜蘭那個慘境, 當時你打電話交通部,交通部的人說,我放假不行喔。 當時葉框時說什麼,震怒,震怒,然後呢,然後e-tag,e-tag更是災難。 那一天的情形還記得吧,媒體包括我們年代一直說, 有三萬多人去這樣抓狂式的去申請e-tag, 事後證明根本不需要,請問一下官員在哪裡? 你可以說你不要去排隊啊,不要浪費時間啊, 我們的葉框時部長在幹嘛,你搞不好要出去吃飯了。 所以我要說一句,當政商喔,政商不再分開的時候, 那就是台灣災難的開始,我在找這個政商, 化等號的時候就是災難的開始,我要為什麼這麼說呢? 第一的是,我今天坐這個,坐火車過來, 那我坐高鐵到台北,從台北到松山, 那我坐一段這個區間車,那區間車下面都有個廣告, 那個廣告是告訴你說,你在這一站停下來的時候呢, 你可以接駁什麼樣的車,有這樣的一個礦板, 讓這個用車的人感覺到方便, 我後來發現我坐台鐵已經坐了十幾年, 因為我住新竹,要台北來回, 我第一次看到一件事情,我真的傻眼了, 我真的當場應該拍下來,觀眾你趕快去看, 在台鐵那個螢幕上面有葉框時的相片, 大家早上年輕的時候,那個帥哥模樣, 然後後面是那個港口,是那個交流道, 好似那個北韓的領導在造神運動啊, 我當時真的傻住了耶,那個應該是說啊, 政府的政績宣導,或者是不要貪污, 以前說不要貪污,或者說你這個交通轉折, 我終於看到葉框時的神像, 出現在台鐵一個虧損累累的一個下面上面, 葉框時在幹嘛,ETAG問題解決不了, 你還有空跑去吃這個所謂的野燕, 所以我要說一句話,江內閣,如果葉框時做這麼多壞事, 還可以繼續做交通部長的話, 這是江內閣我們講齒路絕對可以, 因為你看維基百科裡面談到的, 就是他親民時節雨紛紛的事情, 那我要回一件事情, 是誰讓葉框時向直升飛機, 從嚴考會次長, 護局長到這個陶基, 然後坐到交通部次長, 然後可以坐到交通部長, 一個完全跟交通部無關的人, 可以坐到位置, 這是誰做的事情? 難道這樣子江院長, 你不應該自己好好問自己, 你憑什麼讓這樣的人, 坐到這樣的位置? 小段,最重要還是誤網誤眾啦, 我們剛剛看了這個記者會, 看起來, 江東部長這個是很強硬啦, 包括他直接就罵說什麼, 是烏龍爆料, 還保留法律追訴錢耶, 我們現在就要問啦, 現在問題是民眾的觀感, 好像看起來是, 我們這樣一路談下來, 不管是跟誰吃飯, 看起來是什麼, 這是政商關係, 這是太密切了, 是不是我們在追了, 但如果照財經專家這樣講的話, 搞不好連這個指示股票, 這個都有責任喔? 我坦白講, 我跟大家的看法不太一樣, 我覺得這件事情, 其實是幫了葉框石的忙, 我認為第一個, 要嘛就是蔡振元, 除非他後面有其他的資料, 他的準備是不是不夠, 要嘛就是說, 他跟葉框石串通好了, 他故意丟這個東西, 來幫葉框石解套, 我覺得結果是這樣子啊, 解什麼套? 結果是這樣, 你看葉框石被ETEC這個, 這個搞到焦頭爛額, 好, 現在突然有一個委員跑出來, 你看我旁邊這位羅蘇雷委員, 每天罵交通部分葉框石, 葉框石從來沒有開記者會, 說這個委員烏龍爆料, 有沒有, 從來沒有過, 為什麼? 因為講的都確有其事, 他不敢反擊, 他為什麼今天, 特別高調反擊, 開個記者會耶? 為什麼? 我覺得, 這個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啊, 你看, 蔡正元委員所講的, 第一個, 時間, 除非他, 那天晚上的確又有去什麼小故宮, 除非可以找得出這個東西, 否則, 時間也不對啊, 一個是在, 說實在夜宴, 人家是在中午吃飯, 第二個說豪華宴, 那就是在一個土基層, 不管他是不是有沒有廢掉的土基層, 吃得有很豪華嗎? 看起來好像, 人家說是吃豬腳麵線, 除非你舉證說他裡面吃魚翅, 否則的話, 你這個也不構成這個豪華宴啊, 其實我覺得, 夜宽石或交通部可以被批判之處太多了, 剛才我們的來賓講的都非常清楚, 好, 那你現在突然崩了一下, 在他最嚴重, 最交通案, 最糟糕的時候, 突然跑一個這個東西出來, 讓他可以高調的反擊, 我覺得, 我坦白講, 我覺得蔡正元委員是有責任出來, 要把這個話講清楚, 你到底是不是, 這個在幫這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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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這個這個這個, 在幫交通部解套, 否則為什麼去丟這個東西出來, 讓人家好像, 好像他變成被害者, 好像很冤枉, 可以講得這樣理直氣壯, 我覺得蔡委員要出來, 把這個事情講清楚, 否則的話, 蔡正元委員就應該要道歉, 然後我們要回頭來, 去追究交通部的責任, 我覺得這個事情就, 除非有什麼新的發展, 這個事情就撇到一邊去了, 我們就專心來追這個, e-tag的事情, 跟現在所有交通部, 應該要負責任的種種, 交通建設的重大為師, 我覺得這一頓飯, 其實, 不是那麼重要, 這頓飯, 除非可以證明說它有什麼不當, 這頓飯, 除非是可以證明在官場的倫理, 或者在道德, 或者在操作上有什麼不當, 否則我覺得這一頓飯, 其實是把我們的焦點通通移轉了, 我覺得這個是有, 我覺得是有問題的, 一個可能是因為, 在這個內閣改組的敏感時刻, 去丟一個這個東西出來, 是不是有牽涉到國民黨的內部的鬥爭, 另外一個, 當然我覺得, 這個匪夷所思的, 結果是讓交通部可以從e-tag的糾紛中, 好像一時可以脫身, 然後讓交通部開一個, 盛大開一個記者會去反擊說, 這個立法委員的烏龍爆料, 而且這個立法委員還是國民黨的立委, 這個讓我來說, 真的是莫名其妙啊, 對不對? 你如果說今天這個立委, 是一個民進黨的立委, 在野黨的立委, 開一個記者會, 然後你讓交通部, 國民黨的交通部長, 這樣子出來, 講說你這個立法委員, 不負責任烏龍爆料, 結果又不是的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, 讓我們看戲, 看了一頭, 都覺得, 這在演什麼戲啊? 這個戲的結果, 只有移轉焦點, 這個戲的結果, 只有讓我們應該, 本來應該要專心去追究e-tag的這個力量, 結果分散, 我坦白講, 我覺得, 蔡委員要出來, 要把這個事情講, 我坦白說, 也有可能是蔡委員手上還有其他的資料, 說不定真的有一個小故宮, 說不定真的有一個豪華夜宴, 真的有什麼其他的不堪的事情, 讓他去講到這麼一個言, 他用那個詩字叫什麼? 叫做- 炭為關子 炭為關子, 我坦白講, 到目前為止, 我沒有看到什麼炭為關子, 這種事情, 我坦白說, 你去, 真的這些部長的行程, 你把它找出來, 每天,說不定晚上都在跟這些, 這些名流一起吃飯, 說不定都有這些事情, 有什麼炭為關子嗎? 我沒有看到, 那要請蔡委員, 把這個炭為關子的互動情況裡面, 牽涉到什麼樣的利益, 趕快丟出來, 人家已經跟你出招了, 正式開記者會, 說你烏龍爆料, 你趕快回應, 否則的話就不要再講了, 我們就專心來追究, 這個葉匡時, 他該當要下台的事情, 這個e-tech, 就應該要追究到底。 所以這個事情, 其實為什麼鬧這麼大, 最主要還是民眾對於現在, 政商關係的這個觀感, 實在是太差了, 尤其是在e-tech方面, 剛剛這個段緣講, 不能轉移焦點, 我們今天就不能轉移焦點, 我們就來看一看, 其實呢, 這個政府對財團, 到底好到一個什麼程度, 現在因為葉匡時做得太難, 所以連跟他感情還不錯, 這個名嘴都一個大爆料, 把他們之間對話的簡訊公布出來了, 我們來看這簡訊的內容, 到底講了些什麼, 名嘴先生好像很關心葉匡時, 就提醒他, 說你要小心, 現在很多人要借e-tech的事情來清算你, 結果葉匡時就想了, 他說扁政府的政策, 跟扁政府時候簽的合約, 居然要我來承擔, 然後這個名嘴又跟他說了, 可是現在到底還能不能收回遠通, 歸交通部來自己管呢, 結果葉匡時就回他了, 他說因為涉及合約還有技術管理, 只是一套高質量的技術系統, 任何大系統上線都會有磨合期, 目前的失誤率其實很低, 但是是因為徐熙東的形象太壞了, 所以才會鬧得這麼大, 但是我們就要問了, 徐熙東為什麼形象會這麼壞, 到底是誰在放縱他, 不就是你們政府官員在放縱他嗎, 而且剛剛玉慧一開始也講到了, 一光學講了一句話, 他說跟商界的人接觸, 是因為我們要了解民間的疾苦, 到底是商界疾苦還是老百姓疾苦? 我同意葉匡時說的, 徐熙東形象太壞, 葉匡時部長形象更壞, 在李登輝總統執政時代, 一步飛機失事啊, 也許太過苛求啊, 交通部長是要下台的, 現在是台灣的所有高速公路, 天下大亂, 我要請教是, 交通部長該當何責? 我不願下罪, 責任在哪裡? 這個條件我們從來沒有被轉移啊, 我非常不同意葉部長今天記者會說的, 叫做烏龍爆料或者保留法律追溯權, 這種話, 對名嘴或是可以講, 對國會議員是不准講的。 國會議員基於職權監督制衡或爆料, 我覺得政務官講說法律保留追溯權, 這種事, 超過一個政務官應該有的, 關政啊, 朱維倫市長今天回應很好啊, 昨天軍法案是, 前導他葉佳, 他說要受得了廚房都是要被檢驗啊, 我倒覺得朱市長這種回應, 我就肯定啊, 我現在談公共領域啊, ETEC天下大亂, 關鍵字已經由, 怨到恨了, 我每天接觸民間啊, 接觸選民啊, 接觸消費者啊, 我覺得今天媒體問得很好, 是誰駭客誰? 是遠通駭客政府駭客消費者啊, 對不對? 八十二一是虛構的啊, 政府第一時間就親信啊, 張三政也親信啊, 是我們被駭客啊, 看到江奎又二度震怒了, 至少幾年以來啊, 上一次是為了小便斗, 這一次是為了ETEC, 江院長, 今天一月十六號耶, 已經過兩個禮拜你才震怒嘛, 我只能這樣說, 從院長到部長們, 他們的解決現實問題的人力, 是如此的拙劣, 他們單位說啦, 死者都沒有啦, 放假才有啦, 不敢承擔政治責任, 就像企業家不敢承擔社會責任一樣, 這就是今天領導力, 執行力,公信力, 三者落空原因。 部長, 不管是中午或晚上的宴會, 這就是公跟司令, 還是要談, 當部長跟神老, 林保庸董事長, 在這個場合見面, 就是利益衝突, 當然非常不妥當嘛, 當然是影響官真嘛, 我們看不同的說法, 副主任說, 當然沒辦法救真相, 我們看到是麥, 麵粉跟掃煙蔥又打一次了, 打到現在是黑白部分了, 但是本來無遺物何必惹尘埃, 這個尘埃, 你部長可以在你的部署面前, 接受紅酒慶生嗎? 也許可以。 本來是紅酒, 就可以了解一下啦,